他们两人感情很好 平常如胶似漆的 男生是台北人 女生是北京人 男生因为工作的关系 经常在台北跟北京两边跑 这个在北京的女孩子就在北京工作 两个人真的交往好一阵子了 一开始认识当然是在中国认识的 男生就是工作的关系 所以在当地会有一些社交圈 女生也是 朋友介绍的关系两个人才认识 然后后来就觉得个性还蛮合的 所以就在一起 男生也有带北京的女友回到台湾来 见过自己的家长 自己在中国那边也是有见过女方的家长 交往应该也是三四年五六年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多久 但总之呢 今年2020年的时候他们 其实关系已经到论及婚嫁的一个地步 他们原本今年要结婚的 今天我好巧不巧大家就知道 在2020年的时候 爆发的这个COVID-19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一月的时候就有一些苗头不对劲 然后后来到三月的时候 就是中国武汉那边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传染病的问题 那从那之后呢 各国其实就是飞机大部分都停飞了 然后所以男方就刚好他那个工作 让他回到台湾 那女生就继续待在北京 那也没有办法嘛 就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 所以两个人就分隔两地啊 跟平常一样 就是谈了一场 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一个远距离的恋爱 那幸好就是男方跟女方 其实都还蛮积极的 他们还是每天就是可以聊天啊 视讯啊 就是有 现在联络也都算 还算方便啊 所以我们就爆发之后 他们我们就把时间推进到大概7月的时候 7月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7月的时候女方 忽然跟男生坦白了一件事情 完全就是像晴天霹雳一样 坦白了一件 这个我们男主角想也想不到的事 女生就忽然跟男生说 他跟那个男生的一个同事 在北京的一个同事结婚了 他们已经去政府登记了 而且登记的时间你们知道吗 还不是7月哦 他们登记的时间是5月 所以也就是说呢 女生跟他的一个同事登记以后 中间这两个月还是每天跟 我们的男主角聊天私讯 保持着一个未来可能会结婚的关系 那么稍微讲一下我们这个第三者 那个同事也是一个台湾人 他是在北京工作的 然后 他其实就是 是我们男主角的 在北京的一个工作伙伴 只是他的工作就是 常住在北京 那我们的男主角就是 在北京跟台北两边跑 但当那个女主角啊 他跟我们男主角 讲这件事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其实不是告诉男主角说 我现在跟你讲我已经是 已经是人妻了 我们不能再维持这样的关系 不是 他跟男主角讲这件事 他是跟我们的男主角说 他现在的这个丈夫啊 北京的那个同事啊 对他很不好 所以他就觉得他所托非人啊 他觉得他嫁错人了 所以他希望男主角能够原谅他 让他们 让他回到他的身边之类的 虽然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还没有办法过去 但女主角就是 现在就是想要来挽回这段感情 好女主角的说辞就是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这真的超扯的 女主角的说辞就是 他就跟我们的男主角说 他五月的时候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他的同事一直来追求他 对他甜言蜜语 然后讲了很多男主角的坏话 所以后来那个女生 他就说他一直鬼迷心窍 然后因为那个我们男主角 一直都不在他的身边 他感到空虚寂寞觉得冷 所以呢他一时鬼迷心窍 就跟那个那个男同事在一起了 然后他跟男同事在一起的原因 我们的女方就跟我们的男主角说 他跟那个男同事在一起了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他要赶快来台湾 见到男主角 因为我们的那个男同事啊 北京的那个男同事 他也是台湾人 所以如果说 在我们女主角的心里面 就是如果他能够跟这个 这个男同事能够结婚的话 那他就有了台湾人的身份 所以就是能够这样子 然后就赶快飞来台湾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 见到我们的男主角 然后就再也两个人就 不再分别了 这种话你们信吗 这种话我跟你讲 你们信吗 但偏偏就是有这样的女生 这样在北京的一个女生 她讲得出口 你知道吗 最好玩的就是 其实就是 现在在中国的这对小两口 其实他们就是 关系现在很不好 因为他们就吵架了 可是他们明明就已经登记 他们已经有婚姻关系了 那我们这个第三者啊 这个台湾男同事啊 台湾男同事其实也怪怪的 他也是有病你知道吗 他一直到这个事迹败露了 这个我们的女主角 跟我们男主角坦诚之后 这个台湾男同事马上也跟 这个我们的男主角联络 然后他就跟男主角 就一方面就很难过 边喝酒边哭 然后跟跟我们的男主角说 啊他其实 其实真的不是他主动去勾引这个女生的啊 其实是这个女生自己来找他 那为了证明这件事呢 我们这个男同事还很白目的把那个女主角四五月写给他的情书啊 分享给我们的男主角看 然后当然那封信里面 那个女主角的在那封信里面写的就是说什么 哦原来他在台湾爱的这个男主角一直 其实不算是他的情人这样子 那么原来他现在才找到真爱 然后他还把我们的男主角骂了一顿 然后就说自己可能是瞎了眼才看上他 那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正人君子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一种 不知道到底发生怎么回事的一个 一个情况 那究竟真相如何 究竟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想 我们那个在中国的那个男同事是怎么想 或者他们关系未来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后来都已经不重要了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男主角在知道这些事情以后 他就把他们都封锁 他也不想再知道后续的事情到底是怎样 那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也 最大的反应就是 这故事也太扯了吧 就是因为一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造就了一个很奇怪的孽缘 然后大家的说辞 大家的那个欲望的那个流动都不一样 那最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男主角 不过大家也好啦 就是 迟早就是看穿 一方面看穿他那个男同事的真面目 那一方面看穿我们这个女主角 她的 我不知道 也许心里就是 不是那么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她现在总之我们男主角 现在过着幸福快乐的单身日子 天天在寻觅着美丽的女子 总之这就是 我今年听到第三个 非常扯的感情故事 嘿 你现在收听的是张静为的频道 现在时间是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 12点26分 其实不是晚上 是凌晨12点26分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 这周其实我 过得还算不错啊 每天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可以过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件 跟友台比较有关系的事情 跟我自己本身比较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我的这个喜剧好伙伴啊 我的这个 喜剧的徒弟啊 这个 巴基斯坦混血儿 我们这个 目光深醉的这个台北罗汉角 阿邱先生啊 他在 这个礼拜啊 在他的节目里面 他终于就是 反正他失业好一段时间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最近终于 回心转意就觉得说 哇我觉醒了 我觉得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果然还是需要工作才踏实啊 所以他现在要开始找工作 反正他 他在他的节目 如果 就提到这件事情 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听一下他的 他的电台 他的电台叫做 台北罗汉角散步小吃喜剧闲聊意识流电台 对就是这么的 一长串 啰嗦的一个电台名称 非常的有 标志性 不像 不像我的电台 就是很简单 然后还 还用自己的本名 是到底有多自恋 才会用自己的本名 总之呢 他就提到说 他想要去找工作 这样子 然后 我其实是想吐槽他 你知道吗 你知道 就是找工作这件事情 其实 我早在三个月前 他要辞职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他那个时候要辞职的时候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讲 因为他其实平常啊 阿俊这个人 平常都会叫我 叫做人生的导师嘛 他就觉得我是他的喜剧导师 也是他人生的导师 他曾经形容我 就像在那个 火堆旁边的一个智者长老 喝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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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让人身体发热的这个饮料 我就不讲到底是什么了 然后呢 在那边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每一句话都好像蕴藏的无比的智慧 他曾经这样形容过我 结果他三个月前呢 那个时候就是 他那个时候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而且那个工作时间非常的有弹性 然后他那个时候 居然跟我说 他不想工作 他觉得工作工作就觉得 好像事情变得很无聊 他打算追寻那种自由奔放的生活 他打算成为一个艺术家 他想要靠着他那张嘴有沒有 他想要追寻他喜剧生涯的巅峰 他想要办无数场的 演出 然后写无数的段子 然后他又开始重新 重返open mind的场地 然后用他的独特的魅力 迷倒台下的观众 结果他讲了这么多 然后辞职 我那个时候 百般的劝阻 我一直跟他说 阿修你不要辞职 你现在这个工作 时间自由 然后 那个薪水也不错 然后薪水稳定 然后你又得心应手 这个工作对你来讲 就是你这个现阶段 你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 你可以用你 你多余的时间 你就可以做你 任何想要做艺术装作 你可以经营你的podcast电台 你可以写你的笑话 讲你的笑话 结果他不要 他就要辞职 就在我劝他 继续工作了 大概过两天之后 他就跟我说 俊伟我辞职了 我决定我要 我要休息一阵子 我决定我接下来 要走上一个自由的道路 我觉得我 我的人生 因为辞职了这件事情 就是很爽 我可以每天可以睡得饱饱的 然后我无事一身轻 然后我觉得我 我可以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可以看很多 很棒的书 我可以 我可以每天呼吸 这个自由的空气 我就觉得我的灵魂充满了 你知道充满的力量 然后他那个力量呢 大概维持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到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然后他就开始 他的睡眠就变得 越来越不规律 他变成什么 之前几点睡啊 四点吧 凌晨四点五点才睡 然后每天睡到下午 一两点起床 刚开始是有一个很爽的感觉 但是他后来就越来越觉得 好像不对劲 不对劲 终于 终于他绕了一圈以后 他在 这一周呼喊就说 诶 我讲通了 人生就是不断的挣扎 人生就是要找一份 安安稳稳的工作 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就是 大家觉得我应该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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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态度应该是要 要很生气的 我的态度应该是要充满愤怒 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但是不是 我只是浅浅的一笑 我三个月前就已经跟你讲过了 三个月 不过这三个月他也是过得蛮爽的 说老实话 就是看到他 每一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说 好羡慕你喔 都可以 这样闲闲的 但我觉得不错啦 就是 这些就是 我觉得 对我的态度就是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但你如果不采纳的话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还是支持你 你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我都会支持你啦 但是就是 只是看到他这样绕一圈 然后 走了 走了一段 类似冤枉路的东西 也许 我不知道 也许 因为他就因为这三个月 然后他重新找到工作 或是重新找到什么东西 其实是 比之前也许 更棒 他也许会突破了 他也许会找到 跟以前截然不同的工作 他也许会得到更多的快乐 什么 反正人生这种路就是 就是随便你走啦 然后没有正确的答案 所以 也不见得他三个月前 留 听我的建议 然后 继续工作 就会有多好多好的 发展 或者是说 能得到多少多少的经验 或什么的 也许他这三个月 因为他看了 他好像看了什么书啊 这三个月他有看那个 唐极赫德 他也许因为就是 看了那个唐极赫德 得到的启发 或者是说他以后工作 也许会用到唐极赫德 虽然我不知道 看了唐极赫德 以后对工作 有什么样的帮助 但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总之就是我也觉得 这样 这样也好啦 就是 正所谓什么 不经一事 不长一致嘛 别人讲再多 或者你看再多的书 还不如就是 你自己有一个 切肤之痛啊 马上就会给你一个 当头棒喝 你马上你的人生就改变了 对不对 像他这次就是 就是我希望 我也不知道 也许他过三个月以后 他又忽然放弃了 不知道 还是希望祝福他 反正 反正 反正我们大家都一直 一起看着他一起成长 对 没有反正这周 我就看他录的那个节目 就很想回应他一下 所以花一点时间 那 好 这周 这周还有什么 总之我就是之前跟阿秋聊天啊 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 他就推荐我看那个 看一个卡通叫做那个 恶魔人 然后恶魔人这个卡通 他在Netflix上 然后他其实他的 他的故事很简单 他就是在讲 在讲邪恶跟正义的一方 呃 对战的故事 所以有点像光明与黑暗的概念 然后但是呢 我们的那个光明方呢 当然就是因为 他里面就讲到要跟恶魔对战 所以我们的光明方其实是 借用了那个恶魔的能力 所以有点那种 亦正亦邪的感觉 然后 我觉得他的整整部故事 还有整个故事架构都 非常的 好 非常的好看 而且他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作品 他是一个 很早以前的一个漫画的作品 然后现在改编成卡通 那他改编成卡通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我后来就是看了那个卡通 我觉得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就去找漫画来看 结果漫画跟卡通 其实基本上 就已经是两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作品 因为 因为 漫画因为太久远了嘛 所以他就有点那种 古早漫画 很直接像那种 哆啦A夢啊 或者是说 首种自从画的那种漫画 就是有点天真 有点直线的故事 他的叙事结构 没有像现在的故事 那么的复杂 那 但是在看卡通的时候 他里面很多设定啊 什么 例如说里面会有网路 会有高科技 会有 呃 比如说派对 或者是 会吃跟毒品啊 跟饶蛇也有一点关系 他加入了很多现代 很绚的 很绚丽的元素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 跟那个故事都融合的特别好 我觉得那个功力真的 他改编成动画的那个功力 不是一般随便就照着卡通改编的那样的 一个 一个东西 所以我对那个动画师啊 我对那个导演 那个监督 动画监督 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 哇 不得了 原来是一个叫做 湯浅正名的一个 动画师 那汤浅正名如果大家去查的话 他真的是 汤就是 汤汤水水的汤 浅就是 浅滩的浅正 政治的字 明是明天的明 汤浅正名 不查还好 一查真的不得了 他就是 几乎就是跟什么 宫崎俊啊 跟什么 戏田手啊 或者是谁谁谁 反正就是 齐名的一个动画大师啊 就日本动画界非常厉害的一个 人物啊 有人还曾经 不知道哪里听说 就是 有 宫崎俊还曾经觉得 他是他接班人之类的 反正就是 喔 真的喔 很厉害的一个动画师 就对了 那我对他的作品 就感到非常的好奇 就是除了这个恶魔人 因为真的 太让我 太让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一个作品 因为我之前 其实看 看很多画风 我其实特别喜欢那种 就是他 为了让那个 画面变得更 生动 他会扭曲那个 扭曲里面角色的身体 造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效果 所以就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效果 然后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 所以 看了他的作品以后 我就去 去找了他以前的作品来看 哇 不找还好 一找也是 一看就爱上了 真的很爱 我这次看了 推荐大家的作品 叫做乒乓 那 这个作品也有翻译成 桌球 反正就是这两个词 我觉得它是一个 英雄漫画 或者是说 热血运动漫画的 该怎么说 一个很很很很很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作品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尤其漫画 我觉得漫画本身就已经画得很好了 他的那个 呃 他的那个作者 漫画的作者好像叫 哎呦 漫画作者叫什么啊 忽然想不起来 叫大友松 松阳之类的 还是什么的 不是啊 那个是大友克阳 欸 他的他的作者叫什么名字啊 完了 我要现在赶快查 不然 好 松本大阳 那个漫画的作者叫松本大阳 那我去看了 就是你知道 我就 这个人就是看了动画 我就会想要去找漫画来看 那我看完那个动画 乒乓 汤前正明 所画的那个乒乓 我就去找漫画来看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松本大阳的漫画作品 欸不得了 松本大阳的漫画作品 他的那个切镜 还有那个笔触 还有那个很多的描绘啊 事实上真的 已经做的太好了 所以其实 在改编成那个动画的时候 汤前正明 其实沿用了很多漫画里面的 那个构图 漫画里面的 这个场景 就是因为这么的经典 画风这么的好 所以他才直接 我们其实很少看到 在做成动画的时候 那个动画是直接拿漫画的那个构图 漫画的那个特别的东西 营造一个 营造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 那个漫画跟那个动画 乒乓 那动画其实他那个节奏啊 音乐啊 还有那个切镜 还有他用的那个分割画面 太精彩了 动画还是的确他有他功力所在 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 然后他在里面他有一个 因为他在讲乒乓球的故事嘛 所以他在里面就有一个中国的角色 然后中国的角色呢 很意外的哦 就是他的配音啊 我一听到就觉得 哇 这个中文也太标准了吧 他不是随便配的哦 他是找真的会讲中文的人来配 所以我听到那个中文 我也是觉得哇 这个作品 这个动画作品是2002年的作品 为什么可以找到这么 为什么这个 这个导演就是这么有sense 你知道吗 他就真的去找一个 会讲中文的人 然后他一定是找 中文 会中文的人来写本 然后声音导演也非常好 就是哇 全部都 配音都全部到位 我真是难得看一个就是有双语 或者三语以上的 呃 一个动画或者是一个电影作品 然后你 絲毫不会感到出戏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真的要去看 这个乒乓 这个动画作品 太好看了 真的太好看了 但是很有趣的 我还是要吐槽一下 因为我 就是 中文是我的母语嘛 所以一定要稍微挑一下 首先呢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配音师到底是谁 因为真的配得很好 我原本以为他是真的找那个对岸中国的配音员 但是又想说那个时间点是2002年 这么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没有崛起 然后其实人才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突出头 所以我去去去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 那一个动画里面那个配中国人的角色 你们猜是谁 是港星李燦生 那我真的不得不配合李燦 不得不佩服李燦生在里面的中文真的是 哇讲的真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李燦生你知道吗 如果是同一个的话 那我真的会吓死欸 真的还蛮配的真的很中国人 就是很漂亮 但是他的 他没有耳化音 但是他的教练有耳化音 但是就是 我就觉得配得很好啦 就是他中文真的配得很好 然后那个情感啊什么都到位 但是很有趣就是说他的脚本里面 这个中国人 从中国来的这个桌球选手 他会骂靠 我真的 这个真的很好笑 因为靠这个词啊 靠这个词 应该真的只有台湾人会骂吧 我不知道福建或厦门或那边的人 会不会骂 但是就我所知 应该只有台湾人会骂靠吧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我相信喔 我相信 我的想象中 我的想象中就是说 这是一部日本的动画 然后呢 这个日本的动画里面 有个中 讲中文的角色 然后他为了这个中文的角色 就是找了一个类 例如 可能是 可能找了一个台湾人 来帮他写中文的本 然后最后配音的时候 找了一个港星 来帮他配中文音 你知道这种 多国的 合作之下的这个关系 然后我觉得 对这个动画真的是觉得 还蛮有趣的 你知道吗 总之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因为这部片 除了在 就是打破很多设定之外 然后 然后 动画也画得很巧妙 然后虽然就是 他的画风 沿袭了那个 我们松本大洋 那种 很粗狂 粗广的一个风格 但是 就是你只要 越过那个 画风这一关 因为有些人会 觉得看日本动画 就喜欢看那个 干干净净的 像那个 鬼灭之刃那种动画 就是那种接受度 最高的 只要稍微有点风格 有点那个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 我眼睛不喜欢 所以就 比较不喜欢看 但是只要大家跨越 那个 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看的作品 推荐给大家 短短的 大概十一集而已 每一集大概二十几分钟 一下就看完了 所以这周呢 我就是看了这个 湯浅正名的 惡魔人跟乒乓 两个我都非常推荐 那推荐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周还有干嘛 哦 我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 去玩暴食 暴食就是一个 暴食就是室内攀岩 我跟大家讲 这个暴食的 这个经验 其实我这次是去 在万华的一个 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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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岩场之类的 他 我在去的时候 就觉得他 其实有点 就是 跟我的想象不大一样 你知道吗 我的想象就是攀岩館 这种东西 就是应该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类似体育館的东西 然后他有一面很高的墙 这样子 就没有 他其实就是一个 稍微 稍微有挑高的一个一楼 这样 就这样 然后可能就是有 大概像那种 比较大间的那种 鞋垫 就是有分两边这样子 然后中间一个 走道这样连接的 两个空间而已 原来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有点吓到 我原来 暴食就是这么小 但我 我必须跟各位说 我真的是太小看暴食 这件事 真的很累 非常的疲累 尤其 那个我们平常 不是猴子嘛 所以我们平常 不会去抓东西 我其他肌肉都很好 因为我平常可能 有在吊单杠啊 或干嘛 有在训练 但是 我们平常没有在抓东西 又不是 对不对 平常不会乱抓东西 没有在练握力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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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最累的 就是这里的肌肉 就是抓 抓的肌肉 因为我们在暴食的时候 它那个石头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那种 暴食厂的那种画面 就是有一面墙 然后上面有一块一块 给你抓的那种石头 给你踏的那种石头 然后你就沿着那个 这样子往上爬 哇 真的超累的 而且它有一些石头 你知道吗 它是 很大一块 有时候是方形 有时候是三角形的 然后有的时候是圆滑 圆润形 然后而且这么大 然后对我们这种 不会 不会用的人 他根本就抓不住 你知道吗 我们最喜欢抓的 当然是那种像把手一样的 或者是说 有一个可以扣住的 那种石头 那种最好抓 但后来到那种 比较 比较难抓的 石头的时候 我们根本 我们根本 站在路 站在起始点 然后抱住那一根石头 然后脚站在很平缓的地方 我们根本就 站个两秒 就掉下来了 你知道吗 完全打翻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还觉得说 哇 我现在 我现在 拜托 高山都已经爬过几座 这种小小的豹石 这种小小的攀岩 难得倒我吗 我在山林里面 我根本就是山中之子 这种小小的攀岩 算得了什么 结果一去就马上 对不起 我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原本觉得自己体力很好 结果我们大概就是去了 刚开始很兴奋嘛 哇 我们要爬这条 爬这条 爬了大概15到20分钟 你知道吗 手完全就没力了 完全就一直在旁边这样休息 啊 好累哦 然后开始观赏人家 很厉害的那种 攀岩的 长时间在玩暴食的那种 专家在飞檐走壁 真的是飞檐走壁耶 我们看着人家表演就觉得 我们好像进入了那个武侠小说的世界 一个看似落不清风的女子 绑着一个马尾的女子 然后那个手臂也 没有比我出到哪里去 可是他就硬生生可以在 在那个空中啊 吊好久 然后像长臂圆一样 或者是从这一侧 然后这样 摆动两三次 然后一飞就可以飞到另一边 然后抓住另一边的 石头 然后身体在空中挡 哇 超级厉害 真的超级厉害 看到就觉得自己真的是 真的是很弱 不过是还蛮好玩的啦 我觉得它是一个 还蛮有成就感的运动 所以 推荐大家就是 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虽然是一个蛮辛苦的运动 但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还蛮好玩的 所以 如果 但是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在运动 我觉得就 可能它对你来讲 那个难度是有一点高的 嗯 它其实在运动的难度上 我觉得是蛮高的 所以 大家各自斟酌 但是如果会 会比较 平常就有在爬树 例如说 好 不要再乱讲话了 例如说树懒 哈哈哈 树懒也许就 还蛮适合去攀岩场玩的 好啦 那我来喝一下 旁边这个饮料 这一周啊 这一周我收到一个 听众朋友的留言喔 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 其实心里蛮 百感交集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他说敬伟 晚安 我大概是 这几个月才开始 卖票看现场 然后他就跟我说 现场真的很有魔力 会一直想要进场 哦 这个 这一句话 说得很好 现场也真的 现场喜剧真的有他的魔力 然后 的确如果你第一次被打动的话 后面你就会一直想说 来看看 其他人在现场表现的会怎么样 所以他 就是跟股票一样 看到低点 看到买点 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要进场 然后但是 他说他 他进场了这么多遍以后 他发现自己有一种病 他发现自己有一种 叫做隐形笑的病 他觉得呢 就是现场喜剧 他有的时候真的 发自内心觉得 他讲的笑话真的是 太绝妙了 太棒了 太好笑了 但是他就只能 露出很好笑的表情 例如像这样 他就觉得真的 他觉得他就只能露出大笑的表情 或者是说 他笑的声音会很小 就例如说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像这样 很小声的笑声 或者他顶多就是拍手 因为真的觉得太绝妙了 就像吃到那个美食一样 叮叮叮叮叮叮 然后就 几张哈哈 这样 太棒了 好啊 但是他其实就是 我看得出来 他就是真的很享受在那个 现场的表演中 现场的气氛里面 但是他就 但是他就觉得 好像有点亏欠 你知道吗 他只能在结束的时候 遇到席卷演员 然后就 跟席卷演员说 你刚刚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段子 啊 拜托你不要修 这现在就很棒了 因为真的很好笑 然后或者是说 私下可能回家的时候 用IG啊 或FB 再跟他们讲段子 很好笑 但 我觉得这都还好 就是台湾 台湾观众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啦 就是你觉得好笑 你 例如说你看一个很好笑的影片 你真的有谁会在那个 看影片的时候 然后大笑出声的 好啦 还是有这种情况嘛 但是 但是就是 啊 有分等级的嘛 有些其实你 你没看到 然后也许就是那种 你跟朋友讲笑话 然后你在这里打哈哈哈哈 然后但是你面无表情这样 哈哈哈哈 这样打 但是就是好像在大笑一样 总之呢 这居然对 对我们这个 听众造成一点困扰 他说 他说当下觉得这样的自己很没用 连自己喜欢的段子 都没有办法及时的回馈给喜剧演员 他觉得啊 这样真的 真的不行啊 他觉得他很羡慕 每次都可以放松笑出声的观众 所以 总之他跟我分享 分享他这个 看现场喜剧的心得 这个是 我帮他 我帮他叫了一个名字 我把这个主题叫做 失笑症 就失去笑声的一个症状 那我觉得其实 其实没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们就是喜剧演员说老实话 就是大家 有在表演的人 他真的不是白痴 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你很享受我们的表演 其实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看到感觉到你们的那个力量 不管是拍手啊 不管是笑声 或者是甚至一个表情 其实有时候 有些人啊 有些喜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 他其实 呃 现在台湾目前还在一个很萌芽的阶段 但是其实国外已经有些喜剧演员 他在 他们追求的 其实不是好笑你知道吗 因为好笑这种东西啊 在 在美国或者是什么 很多地方 好笑这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 稀有的事你知道吗 他也是有公式的 他是有 反正你只要照着那个方法 然后或者照着怎么样的表现手法 其实 经过 呃 多次练习都可以让 每一个观众 在你这边就是 呃 可以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这样子 虽然台湾是在萌芽的阶段啦 但是就是 其实他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有 例如说 都可以做到 五分钟 一个很漂亮 就是 稍微有经验的 呃 的喜剧演员 都可以做到五分钟 就可以让观众笑得很开心 这样子 大家其实是 都 都做得到 但我觉得 有的时候 喜剧演员后来在 中后段在追求的是 某一种吸引力 就我们其实 有的时候不是需要 虽然是说是段子 当然是需要大家的笑声 来确定我们的段子好不好笑 但是其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呃 观众愿不愿意听我们讲话 嗯 你能不能在短时间 在观众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利用你的铺牌 或者是 呃 笑点 让观众想要听你讲话 所以其实 有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 对我来讲啦 我现在追求的 其实有的时候不像是笑声 而是说 你愿意进来我的世界 或者是说 让我 帮我的世界打开一扇门 让你走进来 让你跟着我 翱翔在这个 我不知道我在公杀小的世界里面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往台下看 我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需要的是笑声 我需要的是 某一种专注力 某一种吸引力 某一种注意力 我希望他们能够进来我的世界 然后不管我讲什么 他们都 有听到耳朵铃 你知道有的时候会遇到 一些情况是 例如说经验比较不好的席剧演员 或者是说你那一场表现特别差 或者是那一场的观众 其实就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讲的话其实 他们根本没有在听了 他们把 有点像把你讲的话的内容 我们都当耳边风 就有点像是我们平常 我们以前在那个学校上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把老师当耳边风 然后我们已经神游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然后听到耳朵的 话它其实不是话 它是关键字 例如说你就是什么 听到什么 女生 哈哈笑 很好笑 怎样怎样 就这样抓一些关键字 可是它那个 很精妙的结构 或铺陈 铺牌 或者是setupunch 其实它 它是没有听到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呃 就其实笑声 我觉得还好啦 就是 其实你只要仔细 呃 你其实有专注的在 在 在听 喜剧演员的表演 然后你真的很喜欢 这样的表演 我觉得喜剧演员 都是感受得到的 就算没有笑声 我觉得还是感受得到 因为 毕竟就是 呃 有点像分工的概念啦 有些观众就 可以负责笑 你可以负责 例如说 睁大眼睛的注视 深情的注视 什么 应援 或者说拍手的时候 帮忙 多加一点声音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啦 观众其实说真的 就 像我之前讲的 观众不需要有任何压力 所有的 你只要享受这场演出 其实我们都会 就很开心了 对啊 所以 不用想太多 好好的享受 那也谢谢你到现场支持啊 那我真的很喜欢你讲的那句话 就是说 现场真的很有魔力 会一直想要进场 那我也鼓励我的听众 就是有空的话 也可以到现场看看 那 当然如果是 如果是你第一次看现场 然后第二次看现场 然后第三次看现场 前几次啊 我还是建议就是买 找一些 稍微比较 稳定的 的 脱口线演员 因为 你这样的观赏经验 会相对比较好 那如果 接下来你觉得说 诶 我已经看了几场 我知道大家到底在干什么了 那 也许可以来 看看OpenMind OpenMind是 就比较松散的 那期望就不要抱太靠 那或者说有一些比较 不有名的喜剧演员 你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焦点职业或者是卡米迪的周末夜 23的焦点职业卡米迪的周末夜 那他们的段子通常都是 也已经试了大概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最后才会把最精华的部分 搬到这个 焦点职业跟周末夜去演出 所以那我觉得那个表现 呃观赏经验应该也还算不错啦 对所以可以去试试看 那 现场永远都比网路上好看啦 事实上我一直是这样觉得 因为网路上 整体的气氛很容易让你 呃 让你 没有那么沉浸在那个感觉 就有点像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在手机或电脑上面看 影片的时候 其实 跟在电影院里面看 还是有那么一点差别 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到现场 那就让我在现场等着大家吧 嘿嘿嘿 好了 那 今天就说到这边了 希望今天大家 听得还算开心 也能开开心心的 进入梦乡啊 那 好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吧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是张静为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咯 啦啦啦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